汉光演習 時兵演練第二天 結合想定及戰況推演 在新北市巴黎海灘的守備部隊 實施了戰場經營還有戰力防護演練 官兵依照防禦計畫執行設置 也嚴防來自空中的威脅 為接下來的反登陸作戰強化戰力 另外在高雄的永安易化天然氣場 執行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演練 採取了時兵實地演練的方式 將傷口進行處理 再把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官兵實際操演 這是位在高雄永安易化天然氣場 如果受到攻擊冒出陣陣濃烟 該怎麼處理 立刻灑水灌救 這次汉光39號演習 時兵演練第二天 高峰坐在分區 搜出警察、建兵、消防等單位 結合陸戰99旅兵力 針對關鍵基礎設施 如果遭到破壞 採取外層介護、中層組繭 核心固守的作法 完成重要物資的介護 來保存關鍵設施 也實施戰場掃蕩 另外的新北市巴黎 也有實戰演練 陸軍五三工兵群官兵 在巴黎海灘 從水季、灘季到岸季 依序分別有硝波塊、腳缸、鋼、鋼四味 防戰車壕、沙體等 同時運用飛機車輛 焊魚柱混黏土、蛇腹型、鐵絲網等 一打擊及守備部隊的兵火力需求 進行配置、延長敵軍的登陸時間 另外 關渡地區指揮部核防兵力 也實施戰力防護機整備 官兵們在接獲命令後 依配置、搬運彈藥等後勤補給 進入戰壕 對外實施警戒 二零機炮組官兵 也迅速進入陣地 撤離偽裝網 並對空實施警戒搜索 防止敵人的空中兵力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